台北市长柯文哲抽出幸运得奖民众 获得顶级生鲜食材 价值破万元的年节好礼 还在餐厅主厨的指导下 用鲜美的在地食材 制作年节好料理 书法大师辉豪赫年春莲 祝福市长和市民朋友猪年大吉 农兵商圈年货大街起跑 各式南北货这里通通都有卖 柯文哲亲自走访店家 和采买民众合照拜年 希望吸引年轻人一起来逛市场 轻松准备团圆饭 来自荣品商圈 所有年月饭需要用的材料 大概这个地方都可以买得到 这种过年的文化 终究还是要传到下一代 年轻人 所以非常鼓励这些年轻朋友 自己来看一看 采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荣品商圈办这个年货大街 已经办了13年了 这都是靠着我们市府优秀的团队成员 配合我们这样子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胜举 那希望新的一年里面 大家都能发大财 来到商圈拜年 当然也要送猪年发财金 科匹准备2500个 一下子就发光光 期待透过人潮带动买气 让大家欢喜迎新年 凯博大台北说一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